对于台湾客商麦志明来说,大陆东北地区并不陌生,这已是他第五次到这儿参加展会。 和以往一样,他带来的茶叶销量很好,只有在午休时才能歇一会儿给自己也泡上一杯。 9月25号,第13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正在吉林长春举行。 本届博览会设置的台湾商品展区有104个展位,吸引64家企业参展。 来自宝岛台湾的文创工艺品、珠宝、居家生活用品、明茶、食品、伴手礼等商品集中亮相。 为了参加这届博览会,茶商麦志明提前从台湾出发,在上海隔离了21天后,才北上赶到长春。 那最重要的,借由这个东北亚博览会的一种政府的推广,也可以让两岸之间的一些的文化得以交流。 麦志明古香古色的展位总是留有一缕茶香。 他对记者说,两岸的茶文化同宗同源,希望此次参展能够多交一些大陆朋友,多多分享品茶心得。 茶的技术,原先是从福建那边传到台湾去的,所以说我们两岸可以互相的去交流,大陆朋友可以到台湾去欣赏我们一些的茶文化,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工艺。 记者看到,今年台湾客商带来的展品众多,其中体现台湾精致文化的工艺品,与人性化设计的创意产品亮点十足。 台商叶俊廷带来了数十件七彩玉器,深受顾客喜爱。 叶俊廷在参展前曾多次与业内人士交流,得知七彩玉器在东北市场很有前景,因此他希望通过此次博览会对接到当地的代理商。 我们是在做台湾七彩玉的花瓶,花瓶在东北一直都有非常好的销量,这一次来到长春,希望能找到一些代理商或者一些买主。